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只是说呢 最后并没有调查结果 并没有说这个总统一点坏事没做 总统还是有可能做坏事的 我看过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个乐子 就是个笑话 他既然出来了结果就是结果 那至于说最后他评价他是总统是好人是坏人 我觉得挺荒谬 我个人觉得挺荒谬的 那他客观结果他没有 他的团队在2016年 包括他自己在有关通俄门问题上是个骗子 没有这种事情存在 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罪名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过失 应该如何如何 在政治本身上太多的游戏 民主党在很大情况下就是站在了个人的单独利益的层面上去探讨人权 人就可以任意放纵 人可以任意胡来 人可以以自己欲望为中心的所谓的权利 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邪恶 就是邪恶 人是有智 人是有灵魂 人是有灵魂从而诱发出道德的约束 那人的灵魂的概念就像这个轮回转世当中 就像这个说 你比如说吧 藏传佛 达赖喇嘛说自己以后转世灵魂不会在中国出现 应该在印度 那他什么意思 转世灵魂是谁 观世音菩萨 达赖喇嘛的转世灵魂是他的魂魄 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前后在皇教护法中的明确的规定 所以他的道德的展现就应该是指观世音菩萨在人间透过肉身的表现出来的道德的水平 那如果罗汉就是罗汉 所以灵魂不同 魂魄原神不同 他的道德的基点不同 在人的环境中 所谓大德知识的一个笼统的说法 同样展现出不同层面的这种慈悲 否则的话 神在人间 佛在人间就不存在 有人说不可能 那观世音菩萨当年在贞观十三年 他下到了唐朝 寻找金蝉子 原始天尊的 不是 释迦摩尼佛的殿前弟子 寻找金蝉子 找到金蝉子 金蝉子是谁 就是后来的唐僧 所以不是人自己在干嘛 就是神在慈悲于人 蕴藏着这么 走了这么一段故事 但是当时的金蝉子 以人的身体出现 就变成是人取经了 其实是佛在帮助人 把佛法传入人间 是不是 真正具有使命的人 拥有这份使命的人 就像金蝉子一样 所以一般的人承受不了金蝉子的苦难 就是当时唐僧的苦难 也不会有着那种悟性 无心无魔 有心有魔 上来就这么说 但不妨碍遇到事情 对吧 他真遇见了妖魔鬼怪 但他也害怕 可是呢 他不是自己招来的 只是命运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那有多少人能明白这道理 今天都是招鬼 女孩子弄成狐狸脸 各个把自己原神弄死了 弄成狐狸了 神经病 刚才说台湾现在说的香港 其实这是昨天讲的 这个 这个香港的良心 陈方 陈方安生 陈泰获得彭斯接点 美国副总统见了这个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 他已经是离职 他自动辞职了 他不能接受当时中共政权对香港的 一国两制的这种欺骗式的践踏 那他当他成为一个民间的民间人士的时候 那美国副总统见他 就表明美国在针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态度很明确 所以现在彭斯见他 那等于是对港府跟北京发出了警惕 发出了威胁 可以这么讲 发出了威胁 威胁香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叫港美关系法 港美关系法给香港独立的一个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撤掉港美关系法的话 他就把香港等同于北京控制 完全等同于北京控制 就是党领导一切了 所以一旦党领导一切的话 那香港就真的成为深圳一样 美国态度是改变的 有学者认为这个做法反映美国对香港问题的重视 而且直接警告港府跟特区 蔡子强 这是中大政治系的高级讲师 他比较 他经常说话 会见陈芳安生 反映美国的重视 梁振英在位时访美 遭到冷淡 高层根本没人去见他 梁振英去美国 只当时受到了纽约市长的接见 但是陈芳安生去美国 现在去美国 受到是美国副总统的接见 这是纯粹是不可比的 而梁振英当时是以特首的身份房去的 重视香港民主派 因为相信他们能够从他们口中得到香港的真实民主情况 就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在民主的制度是否受到中共政权的影响 他不会听港府的说什么 他会听民间的说法 以往李柱明见过克林顿拜登 这一次陈芳安生见了彭斯 都是相当高层次 而特首却遭到冷遇 那高层愿意见香港民主派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李柱明 一个是陈芳安生 两个人很有趣 李柱明在去年去也被见过 那李柱明呢 因为他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建人 那他是单单纯纯的民主派 陈芳安生不是 陈芳安生是原来港府的高官 一国两制之后的首任高官当中的 首任这个香港港府当中的第二位 深居第二位高官 而他是从香港港府 就是英国时期的一直延续下来的 而他在这个环境下 他意识到中共的影响 他从那个位置自动辞职退下来 所以李柱明跟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原来的港英政府延续下来的高官 和原来在民在民间作为一个大法官 啊就大律师 李柱明 两个人合起来反映的是香港真实的状况 也就是说反过来说 香港现在港府的官除了骗子就是骗子 后面还是骗 对美国人是这个概念 美国官员相信陈方安生嘴里面的香港民主人权状况 见陈方安生等于是对香港民主人权的重视 美国驻港领事曾经就香港人权问题发表言论 是而国务院最近发表报告也很强烈 而彭斯见了陈方安生 显示美国越来越重视香港的人权民主 那美国在提醒香港北京 美国会随时可能改变对香港的现行政策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改变了对香港的现行政策 比如说港美关系法改变的话 那意味着美国否定一国两制 在香港一国两制的执行 如果美国肯定还在肯定一国两制的话 那这个东西不会变 如果这东西变了就等于否定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就等于是说香港已经就是党委和党委说了算 知书书记说了算 刘瑞绍 陈太受到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方美的 这很关键 他是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的 而不是他自己去的 原来都是国会邀请 而这一次不一样 是不只是政治上 而且是完全在行动上 他的被邀请可能直接触及到 美国对香港的态度 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会不是 国会是一种态度 他不是行政权力 不是决定 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是政府部门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决策和操作的部门 他会改变 他有权利来要求总统 支持总统 提醒总统 那香港已经出现了根本改变 所以这个威胁是巨大 副总统级别建民主派 相信是北京对香港的措施造成了大倒退 那香港美国在警告北京 是否会出于反制 认为说北京对香港 北京对美国的政策是斗而不破 在这之前的接触呢 持两点看法 双方只是借势 双方却没有管 对其管制本身没有影响 我觉得不好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就看 怎么讲呢 你从道理分析上来讲 我觉得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 你怎么分析都可以 但是事情的发生呢 又跟人们分析的概念呢 我觉得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相当大的差距 今天中共的做法都是亮底牌的 其实就像韩国瑜一样 我以为韩国瑜的做法就是亮底牌 你说他为什么亮底牌 说不好 那你说他甚至在我眼睛里 如果各地都拜了共产党的码头 扭过脸来代表国民党要去选举的话 我说他是不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你说是不是 谁知道是还是不是 但他进去拜码头 这个是很有趣的概念 他是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 但他这么干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急 我觉得是很急 很不顾忌后果 很不去隐瞒 在香港的问题有着类似的说法 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说法还可以维系多久 因为美国已经出现了根本性改变 不是国会 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 继续践踏香港民主人权 但刘也提到 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暂时没有改动 但美国一直在积累北京对香港倒行逆施的情况 关键时刻才食指握成拳 有力出招 届时北京某种程度上在经济上要顺应美国的要求 那如果这个说法的话 那他今天借助香港 打击香港 来迫使在有关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上 南海问题上 台湾问题上 让他不知所措 那不失是个办法 对不对 他还是不漏 他有了一个整体的考虑 也就把香港关系法成为了一种 成为了一个棋子 成为了一张牌 可能是和可能不是 这都不好说 但就我自己角度来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去要求陈方安生 邀请陈方安生出访美国和副总统见面 也是闭门会议 对不对 这就跟韩国瑜去见深圳市委书记 形成了鲜命的对比 陈泰是被美国邀请去 韩国瑜是自己主动送上门拜码头的 那双方都召开闭门会议 那美中美美国跟陈方安生的闭门会议 大家完全能知道 是一定对着中共去 那中共共产党 他们召开闭门会议的话 那一定是秉承着高级动物的原则 法则 因为他不敢 他不敢出格了 那今天的深圳书记 他也不敢出格了 他敢跟韩国瑜说别的 打死他也不敢 即使韩国瑜是自己人 他也不敢 他只能在传递着某种话 自己充当这么个角色而已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